花哨好友继法国站重现花哨二抓马鸣场面 宁静究竟有多做让陈一涵都忍不住内涵 果然能参加花哨二的嘉宾没一个好惹的 即便是和秦岚赵昭一几个人录节目 宁静依旧选择做自己 法国站她和李斯丹妮被网友选为导物 结果宁静不仅当个甩手掌柜 迷惑行为也是说干就干 这边李斯丹妮拿到行程就开始紧密的安排 可麻烦的是这次的行程和往期不一样 每个地方都需要一个个打电话去确认预约 还好有陈一涵的主打一起配备 整个行程才确认的相当细致 反观作为主导游的宁静 却什么事情都不干 当李斯丹妮半夜一两点还在打电话预约的时候 宁静在睡觉 当李斯一大早起来还在确认行程的时候 宁静在化妆在选择自己要穿什么衣服 甚至还大言不惭的说当老板就是应该这样的 这个导游的任务是不是很有趣 我觉得你就是那种特别喜欢负责的人 我昨天看你停不下来的负责我就知道了 老板就是要这样当啊 下面全部是左往右臂三头右臂 多厉害 好好好网友让他当倒楼 他直接耍大牌当起老板来了 代入到自己已经狠狠生气了 第一天到达的晚上 节目组一共准备了两套房子 四个都是大床房 张翰作为节目组里唯一的男性 肯定是自己一个人一个房间 可难题也随之而来 剩下了三个房间要给五个姐姐分 陈一涵主动提出自己可以睡沙发 可宁静在此刻又面露难色 觉得你这样就不喜欢他要房间 很像一个白色的光 直到最后还是赵逸出来分好了房间 隔着屏幕都感到这里气氛的微妙 直接梦回花哨二的房车大战 只能说北斗七行没有的抓马 全在这里补上了 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导游的存在就显得尤为重要 但是宁静却不跟着大部队 独自走在最前面随时随地玩消失 在看到其他人在店铺里逛逛买买时 宁静独自走在最前面 还直言表示自己可以先上去吗 可以先上吗 对 看这种拖鞋吗 如果说这里是宁静想加快脚步 好快速进行下面的流程 但是登上山顶后 其他所有人都在美美合照 宁静却直接完消失 所有人都找不到他 下面的订好的流程也直接白费 真的越来越证明上一季的人都正常 这句话的含金量了